我们看到外资是买超台股367亿 是有史以来单日买超的第十二大 不过呢大盘今天指数似乎有点出现了压力 那么台股的封关秀到底该怎么上演呢 现在还有哪一些多头骑兵是要抢着街棒的 这个部分我觉得第一个 昨天外资又大买好像367亿嘛 我没记错的话 然后确实就是买啊 人家就真金白银买你还要怎样啊 所以其实还是有很多同学会对这个行情 因为其实大概是这样 从11月几涨以来大家不敢追 然后11月下旬到12月上旬 大家在整理的时候 大家稍微要想要进来试试看 但是进来通常大家又会玩电子股 外资马上在升东即西 就再拉一下传产股 但是近期我会觉得 第一个我们以昨天的角度 我昨天联发哥在创新高 然后今天其实也创高 但是创高之后马上就拉回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法人常见的手法 就是好像告诉你说 我真的是认真了 我来玩真的了 但是大家进来之后发觉 怎么我又被盗货了 其实就是这样 这个真的就是我们常见的主力 或者是说大资金他们的玩法 所以这个地方 当然第一个我们要注意所谓的资金的轮动 那资金轮动到底去哪里呢 我们先举几个例子好了 我们像1519好了 像华晨 华晨其实我们那时候在讲是11月底 12月初那段时间 忽然几涨 那时候我们讲的277 涨到376 对不对 就涨了100块 100块之后就跌下来 跌到哪里 跌到314 所以你看376到314 又跌了60几块 62块 对不对 就今天忽然又拉一根涨停板给你 奇怪了 这个地方 如果大家可以回头看 这整个走势 真的进到那个300多块 340块以上之后 基本上有一个横盘的格局 那我想一般的散户 可能比较会买的位置 就是涨涨涨涨 好像休息了 也许就是12月11号那一根黑K 那一根黑K完之后 隔天红K 好像机会来 对不对 直稳了 拉回直稳 我赶快进场 结果没有 你看那个位置340 马上再给你跌到310几 马上限亏个10% 那我就想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这个静下心来 你思考一下 你自己的想法 你如果你340 然后跌到310 一张就亏了3万块 然后这个过程中间 等等 等了一个多月 等了那个半个月 等了半个月 今天上来 其实第一个 你可能在解套的边缘 在解套边缘 如果明天再洗一下 刚好让你解套一点点 你会不会卖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心态 也是最近很常见的一个格局 就是在涨的过程 你真的等直稳 然后进去追了之后 反而套牢 套牢之后 散户唯一的愿望 就是没关系 不要赚钱 没关系 只要让我不亏就好了 常常就是这种心态 所以 这个时间点 就是要注意 所谓资金的轮动 那当然在资金的配置上面 也要做一些一定的注意 那在资金的轮动部分 当然我们可以慢慢来聊 那第一个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台币 台币的部分 其实继续的强升 今天这跟黑K 比昨天那跟黑K还要长 那今天已经到30.652了 最低的位置来到这里 所以这个趋势 这个就是趋势 这个就没有什么好 好去怀疑 我想这个地方 很多人就还是会这样 就在趋势上面 你就是想要逆着做 就像那个什么宏基 一路涨 就是有人想要放空 就像今年年初 高历一路涨 我一直劝人家 不要放空 不要放空 还是很多人去放空 然后最后再问我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都已经讲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地方 台币继续强升 这个趋势 外资回流的趋势 然后台股 偏多思考的一个趋势格局 大概都不会变 然后今天早上的新闻 也包含很多 一些法人在回头 在注意所谓的IC设计 或者记忆体 这个族群 其实记忆体的部分 大家可以回想 我们大概是礼拜一 我们就跟大家介绍了 就礼拜二还 稍微开平 开平低盘 然后就上去了 所以刚好 被我们逮到一个相对低点 或者是说其当点的位置 但是像这种的族群 其实 为什么我们会注意它 因为记忆体 坦白讲南亚克华邦店 他们是三四百亿资本额的公司 一天成交量就是十几万张 对不对 像这种相对规模比较大的公司 你说真的会暴涨 其实说真的不至于 但是你说在这个阶段 因为平常大家知道 我们比较会注意说 真的比较容易 有机会马上就大涨的个股 但是这个时间点 为什么我们会来推荐 所谓的记忆体的族群 其实当然我觉得 这就是一个趋势的概念 因为其实包含我们看一些法人的报告 他在明年记忆体的展望 其实都非常好 包含之前我们也聊过 美光的财报出来 说预期明年 确实也是一个涨价的趋势 所以在这个趋势 在这个需求下面 我们可以知道 因为其实就明年来看的话 2024年来看的话 其实整个半导体的族群 我们去除掉所谓的 运算的半导体 我们在记忆体的部分 其实他整个全球的扩产 其实是相当有限 甚至资本支出还是负值 就是在低润的部分 我没记错 大概是1%多 在内的部分 大概是负的16% 所以看起来 明年的整个的供应量 并不会有大幅的增长 产能并不会有大幅的增长 更何况近几季 美光的毛利率都是负值 身为前三大厂 毛利率都负得 那我在扩厂 我不是白痴吗 对不对 所以像这种状况 我们可以预期 明年甚至后年 可能整个记忆体的产能 并不会有一个有效的提升 那就很简单了 供给固定 那需求如果成长的话 那就要干嘛 就是挡价 其实就是这么单纯 就是这么单纯 那在这种状况底下 你说这个趋势会有多远 那当然延续 我们过去讲的 所谓的消费性电子 包含PC的换机槽等等 这些大概都是记忆体 大普运用的一些 那个相关的设备或族群 所以记忆体这一块 我觉得可能有机会 有一个波段 这确实就是这样 但是在操作的时候 那大家就要注意 那也许怎么样布局 怎么样慢慢买 那怎么样做一些调节 后续我们持续帮大家 做一个追踪 那这个部分大概先 先从记忆体的部分 先给大家做个参考 我们想要来关心到的是台积电 现在大家都说要攻万八 是不是就在等台积电 它是不是一个伏笔 今年这个台积电的新高 是在六月份出现的594块钱 所以说很多人说到封关之前 是不是要看它 那如果说大盘 有机会向万八来做挑战 台积电会怎么表态呢 那怎么看这个台积电 600块钱这个心理关卡 其实通常600块是一个重要的 整数关卡 这没有问题 但是对于宇山刚刚提到的 之前的高点594 但是如果我们以还原全值的角度来看的话 其实今天是创高的 我们讲还原全值 因为它中间有配了三次席 所以这个地方看起来 已经是突破了今年全年的高点 这个地方大概是这样 当然上去就有600块的关卡 那600块的部分 那个什么688的学长 那个大家应该还记忆犹新 还是有人在远处等着你 在等着你 但是事实上 坦白说这个地方大概是这样 就以整个趋势而言 我会觉得台积电 持续偏多思考的格局 我认为是不变的 我认为是不变的 这个大概从什么产业的角度 或者是公司之间竞争的角度来看 我觉得大概台积电 至少未来的二到三年 大概还是有一定的技术领先的优势 那当然你说包含像英特尔 一直在讲说 我要追赶台积电 等等等等的 那这个部分我觉得 也不能说听听就好 但是基本上我觉得两个人 是两个公司 其实基本上我觉得竞争的模式 竞争的方向是不太一样的 因为台积电主要专注在 往先进制程去做发展 当然在整个伸收制程的部分 其实在公司之内 其实也算是占大宗 不过我觉得技术上面 当然是以先进制程为主 但是刚好从宇山这个话题来讲 我会提醒大家 我们也要注意一个 所谓的chip lay chip lay是台湾翻译 有些人叫小晶片 小晶片的趋势 因为我个人觉得在chip lay的部分 大概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这个地方当然包含前天 日月光也宣布说 他明明要大幅扩产 做新进制程的产能 提高新进制程的产能 其实在所谓2.5D 3D Cowars chip lay等等的 这些各项的技术的运用里面 我觉得一直整合会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大家就细想 这个地方应该这么说 就是说就整个chip lay是什么意思 以前我们讲什么SoC System on Chip 就是系统在晶片上 系统级晶片 大家忘记怎么翻译了 反正就是System on Chip 意思就是说 你同一个晶片上面 把各种不同的IC 全部都做在一起 同一个晶片上面 以这种状况来讲 比如说我CPU要用7奈米 我可能记忆体我也得7奈米 我的Sensor我也得用7奈米 我的GPU也是用7奈米 那在这种状况 当然就会有所谓良率的问题 另外包含效率上 因为其实我们的Sensor 根本不需要用到7奈米 我可能28奈米就可以做得很好了 所以在chip lay 这所谓一直整合的趋势底下 除了可以增加所谓设计的速度 包含效率 因为先进制程就贵 先进制程就是贵 我这么贵的制程 我来做Sensor 对不对 我又不是多有钱 对不对 就每个人都是在商严商 所以其实在chip lay 这个大趋势底下 我会觉得可以注意 当然第一个包含 你封测的族群 这是一块 月光当然是龙头 封测的龙头 但是高阶的所谓的先进 真的很超先进封装 我们这样讲 超先进的封装 基本上还是才今天自己做 但是我认为 这一件事情 大概陆陆续续 会开始产生 所谓的外衣效果 所以这个部分 我会认为封测 是一个可以注意的族群 然后另外 包含IC设计公司 也有很多 开始做一些合纵连横 譬如说举个例子 像创意当然就是台积电投资 创意跟台积电关系好的话 当然创意就会领先 在所谓的先进制程的部分 就是高阶的晶片设计 ESIC这一块 但是你说 我们还有金元三雄 我们还有四雄 我们还有联电 立基电等等 其实联电最近表现也不错 昨天还大涨 联电旗下 你说包含也很多 IC设计公司 资源 甚至联发哥当初也是联电 切出来的 这些的公司 甚至包含像什么 立基 立基旗下的6531的爱普 其实这些的公司 我们举个例子像爱普好了 虽然他是说记忆体的IC 但是他全球第一家提供3D的那些解决方案 3D封装的解决方案的厂商 其实大家就想 先进的封装 你还是又回到更上游的所谓IC设计 甚至IP公司 这整块我觉得对于整个产业链 大概都会是有一个正向的帮助 所以这个地方 如果我们单就我们不讨论所谓的电源政治等等的因素 我们单就电子业的产业链而言 我会觉得未来的时间 也许3到5年 可见的时间3到5年 可能台湾的这些相关的供应链 大概都会是持续受贿的族群 我的想法 大概是往这个角度去思考 中间当然我们过去有看到很多 譬如说像齐邦好了 齐邦他当时就有 应该是2019年 我没记错的话 2019还是20年 大概是这样 齐邦跟华泰 他们有做一个换骨的动作 那个换骨的动作 大家就是说齐邦 因为他是比较擅长在 他全球最大LCD的驱动IC封装 跟金凸块的部分 然后华泰本身的背景是 Kinston投资的 金斯顿投资的 相关的记忆体的封测 那个时候其实华泰早期也都不错 但是那几年稍微差了一点 但是跟齐邦做一个换骨的动作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后面的两年 其实他的业绩真的有明显的回升 这个当初业界的评价就是说 齐邦换到了切入记忆体的机会 然后华泰得到了好像是三亿元的现金 所以其实在整个行业里面 我会觉得合纵连横 这个地方谁跟谁结盟 谁跟谁怎么样互补等等的 这些大概也是后续的一个题材 那就回到我们刚刚讲6531 6531的爱普 当然他是记忆体的部分 他跟谁在合作 他跟6799 莱洁 莱洁其实他也是连电背景 连洋投资 你看 一个是黄冲人投资的爱普 一个莱洁是连家军的 两家公司也算是强强合作 那莱洁本身专注是在电源IC 然后爱普是在记忆体的部分 所以你看这两个不同的东西 开始做一些连结 在技术上的配合 这些的原因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你就回头到 那个chip类的部分 因为一直整合的部分 怎么样能设计出更好的模组 我觉得这些大概会是 可能是今年的投资的 一个很重要的趋势 那这地方花一点时间跟大家分享 主要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 大概大家可能会跟过往 大家的思维会稍微不一样 所以今年可能真的就是注意 哪些上技术的互补 哪一些原本的 原本的那个耕耘的地方 怎么样搭配等等 我觉得这些大概是可以值得注意的 那另外我们从莱洁的角度 再推回来 在这个PMIC 就是电源管理IC的部分 其实这个刚好是我昨天 昨天我在友台节目上 就推荐 我讲的四档 6415的系列KY 6719的励志 6799的莱洁 跟6138的茂达 茂达现在是涨2.02% 然后是有点丢脸 然后介绍股票才涨2% 对不对 但是系列大概8.29 励志大概6.28 莱洁涨了6.2% 那这地方当然 我会觉得他们这一组 为什么昨天我们会特别提到 因为他们过去的一段时间 其实可以看到 他们是属于一个强势的整理 强势整理之后 近期是有点突破 突破之后又做一个横盘的格局 横盘整理的格局 所以这个横盘的格局 大概抓了大概整理了5天左右 今天就顺势就喷出 所以在这个部分 大家也可以回头 我们再来讲 就是所谓的 今天早上还有一个新闻 就是半导体 有所谓的涨价升息 那个地方 ADI 就是亚德诺半导体 它是全球第二大 13第二的那个类比晶片的大厂 最近跟大陆地区的经销商 发出所谓的涨价通知 说明年2月4号 就要开始涨价了 涨价幅度 预估在1到2成了 这个地方其实一样 大家想 那个会涨价是什么 就是库存的问题 当然还有一些策略 因为有些公司会把旧的商品涨价 去推动你去买新产品的诱因 有些会是这样 因为IC这个部分 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因为其实小时候 爸爸也是做电机相关的 我们常常就看很多IC IC就脏脏脏脏脏的 很像蜈蚣 小时候看就觉得 那是什么东西 但其实就IC IC的部分其实是这样 其实一般的你说设计什么 设计台电脑 设计台什么东西等等的 玩具车好了 你玩具车上的IC 你用下去了 你可能一直五年十年 你就会一直用 你不会想要换 当然玩具车是相对比较简单的一些构造 这些是这样 但是你说 在这种状况底下 这些晶片的大厂 他们如果用一些涨价的策略 第一个当然你要买 你就是得付钱 那再来我也可以顺势的推动 我新产品的上市 那这一部分我会觉得 可能在接下来的时间 也有机会 因为整个半导体的整个结构 等等的 我觉得也许会有一些比较大的变革 那这个地方我会 对于整个台股 台股而言 从刚刚我们讲的上下游的关系 我觉得都有机会 所以这部分也是提醒大家 这大概是今年的一个重要的趋势 请大家特别关注 好 长个一点点时间 我们再问一下连电 昨天是回谱了除息的缺口 但大家现在也都在等 那外资投信现在都在买 今天还适不适合加码 今天这个位阶 我觉得就不适合了 因为毕竟连电也不是一个小股票 那昨天一个长虹带量的大涨 那如果今天守住平盘 那我觉得未来几天 先守住昨天的收盘价 53.5 先守住这个位置 后面再来找机会 是不是有机会来做加码 那如果不是的话 如果没办法守住的话 我觉得大概抓 也许52.3附近 如果有机会拉回到52.3附近 甚至你还有心理准备 有没有机会来到51.2 这边附近 你大概可以用两笔 两笔的角度来做一些思考 就是这种股票 坦白讲 你追突破很容易中枪 因为大股票容易是这样 但是当然从这边我们再反过来讲 比如说像宏基好了 宏基过去的这一段 昨天我们有聊过 我们今天就讲快一点 像12月20号 那一天大涨的那一天 后面的两天 其实就要注意 那个12月20号那一天的收盘价 如果能站稳的话 那我们有机会再攻 就有 但是连电看起来 它的状况就比较不好 客观讲就是这样 因为今天等于是高档 也算是出量的一个黑K 所以今天就是要特别注意 我们讲昨天的收盘价 53.5的位置 如果这边不能守住的话 那就不要追了 就等 拉回再来做买进 那当然因为连电是很多人的爱股 客观讲我会觉得 也不是说没机会 因为毕竟 城州制程就是所谓的 你一定会有涨价的因素 你可能上游涨价 下游跟着涨等等 或者是下游已经涨了 上游我也看不爽 我也跟着涨 对不对都有可能 所以这地方我认为 他们确实在城州制程的部分 明年后年 明年可能是有机会 做一个涨价 提高毛利率的一个状况 但是其实在这种过程 其实我觉得有更好的选择 说明有更多 可以赚更快的股票 给大家做个参考